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眸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甄别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眸向、正向、沙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拼经济 反网报 好了,今节 又讲一下这个台湾鸡蛋坊 说这个图挺过瘾 美丹 这个是真的 是真图 不是其他 是真图 是近利的图 为什么呢 因为 台湾地区缺弹 原来 都是跟 美国是有关的 而且 你现在的缺弹 很简单 一个客观很快的 效果是什么 就是性价 就是天价鸡蛋 当然他们说 蛋价 升 是多少钱呢 就是每台斤 是升 2元 产地价 每台斤 42.5元 批发价 就是每台斤 是 52元 当然 这个 是不是天价呢 对于很多人来说 因为 台湾是吃鸡蛋很厉害的 已经是 去年7月20日的 历史新高 历史新高 当然 众说 好小事 你当然是好小事 这些就是 不知 民间疾苦 真是 为什么他说 很小事呢 他说 每只鸡蛋 升了 大约 0.2元 就是这样 但是你知道 如果你是 因为台湾 你知道他早上 那些蛋饼 其实他们吃很多蛋 台湾用蛋量很大 而且 去年亦比 之前多了 我就问一下你 这些业者 比如一家早餐店 他专做蛋饼 蛋饼蛋饼 当然有蛋了 这都是废话 我想问一下你 你这两个豪子一只 你转不转介给 消费者好呢 这个问得好 这个问得好 但是如果你 撑得 我当你撑得 两个月 这样 不转都不行 是的 你又在那些 招牌那里 写了 写了 对不起 由于营运成本增加 什么 这个蛋的无奈 要提 要提高价格 唯有是这样 希望 各位顾客继续 继续 体量 类似的 因为这个蛋价再升 台湾的乡民 以前就说 有时候 吃些 吃泡面加一只蛋 现在 就是 泡面 就配汤就算了 所以你看到 大家都不容易 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来 真的跟美国有些关系 不是有些都很大关系 因为 台湾地区的 种鸡 我们说过的规模过势 你经常说到自己 农业那些鸡很厉害 其实不是那么厉害 这种鸡 全部都是美国进口的 但是 由于禽流感 和 鸡白血病 令到 这些 蛋鸡 折损率很厉害 所以鸡蛋的良率 是下降 良率就是合格率 他们叫良率 其实美国47个州 已经是成为了 这个禽流感的疫区 所以 总员问题很严重 预计 预计是什么时候 是预计不了 这个是美国 美国的媒体就说 其实很难 预计什么时候才会 结束这个缺蛋潮 当然 岛内的媒体就说 台湾地区的禽舍 大多数是采用 开放式次样 是难党禽流感的威胁 而且美国的总员有出问题 所以 台湾就有时间搞 所以 之前说过 蔡政府经常说是怎样帮农民 其实 帮这些弹农是 没什么 是很高内套 是啊 台湾的次样环境 亦都是需要改进的 其中 这个叫做 鸡白血病 会在成年鸡 是产生 这个淋巴养肿瘤 当然 产胆量下降 就是它的特征 是 这个 严重危害 养禽业的 一个 不好的东西 当然 和求留狗是不同 是 漸进性 发生 持续 这些鸡 离开人世的率 就是持续 就使得 抵抗力下降得很厉害 容易 受到其他的疾病 业内人士就说 哎 台湾地区的 总蛋鸡 从 美国进口的来源 已经 出了问题 除了禽流感之外 就是这个 鸡白血病 令到 蛋鸡 离世率很高 产生 产生 自然会下降 以往一只 中鸡 其实 养一年半 但是 这个鸡白血病之下 其实 他们免疫 力下降 这些鸡 未 养到回本 就已经是没了 以现在 每只中鸡 240元 台币来算 一个月如果他真是 离开人间的话 每只就要亏损180元台币 现在 现在 赌内平均的这个鸡蛋率 几大 五成都不够 一方面 就是 总员出现问题 因为美国 多数 都是这个 墨币式 的养鸡场 但是这些养鸡场 偏偏 现在很多地方都有禽略感 之后 墨币式本来是好一点 但是 台湾就用开放式 令到 雪上加上 所以 现在 有时间 但是你一下子 断了美国 来的进口 渠道又不行 因为 你一下子又找不到 是吧 当然 这个陈吉仲 农委会的主委 他就说 现在 农委会是尊重 产销 双方所做的决定 就是性价的决定 亦都说 这是三四十年的问题 不关你事 又说是以前流落里的问题 关我什么事 还在面书上回应天价鸡蛋 的这个 议题 其实天价 你说天价又不是 但对于很多人来说 本来很便宜 是吧 因为你本来不值那个价格 其实说真的 你看上去的 绝对价格 不算高 但是 你相对以前来说 你说天价 亦都是 不为过 是吧 当然了 你看看 面对鸡蛋问题 他就说应该 慢慢会稳定 长期 就会向现代化转型 你说到自己什么发达经济体 都很流下 他也说 他就说 谷战双龙 谷贵双闻 这个是经济原理 鸡蛋价格上涨与否 就会陷入两难 农委会可以来解决两难问题 是不是 这么久未解决到 他也说 有人就说 那些蛋很贵 他等到这个 琴琉琴缓和法 就解决了 但美国的专家说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过 他说 那就等 总之是没有解决的 他解决方法就是 等对方 等供应方 解决了就解决了 他就是这样 没错 他也说 目前鸡蛋的产量是 11.4万箱左右 预计 2月下旬就慢慢好 农委会在这两个月内 他会加强 他用这句话 台湾地区经常说 加强倒内的吊道 你不够 吊道来也没用 好像 从市场需求的10%到15%的加工业者 吊道 到各大的通路 就可以确保消费者可以买到蛋 当然他又说 那些蛋为什么这么贵呢 因为次了成本就上涨 而且鸡蛋率下跌 鸡蛋率下跌 刚才他说这些鸡白血病 他没有说 撑他 因为他不敢得罪美国 他也说 现在 我们都知道 世界有禽流感 令到蛋量有下降 但是鸡蛋上涨 当然是伤到消费者的荷包 他也说 如果蛋价上涨影响到消费者 农委会会 全力透过大型的通路商 推出平价专区 行吗 不过他补贴可能可以的 同时 通过特殊的渠道 去照顾弱势社群 推动粮食援助计划 在全台三百多个农村 以及 其他地方提供餐 提供 推动工餐 送餐 平价餐客服务 尽量降低 是这个价格上的 上涨对消费者的影响 其实是否应该多些钱出来 弄好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铬 之前我们说过 其实是铬的问题 其实 看回台湾的鸡蛋价曲线 真是很厉害 之前 上星期 应该是 上星期 大概 这个鸡蛋 整箱鸡蛋 940元 新台币 前个星期940元 上星期 已经要到1000元 新台币 当然 有些业者就说 昨天开始 不少少肺者 买 蛋会买多些 原本买一斤的常客 现在就买多几只 也是对的 原本 一只蛋 大概 是5到6元 但是 现在可能 要到8元 伙众就说 2元 很少 你的量大就很大 所以 这就是 不知民间疾苦 不知民间疾苦 很多卖场 当然 还有一些蛋 有些小的商家 买的货 去得快 你带买牆 他可以团货 得多 其实 都是 很多好凶 当然 昨天 新任的 行政院副院长 行政院引号 就是郑敏 他 就说 相对于美国 日本我们的蛋价 算很便宜 每粒才5.28 新台币 不是 那他马上被业者打念 差不多8元 你可不可以看看 是怎样的 当然 结果他又被 乡民打念 被日本的 旅日的 台湾地区人士打念 原来 有人就 批着郑敏 说 你说 这个 台湾地区的 蛋 比日本 便宜 错 他就说 其实 不是 他就说 那些网民 就 映了一张照片 其实 日本 弹价是台湾一半 那 怎么斗啊 大哥 不过这么说 他也说 台湾人很苦 当然 刚才我们说 已经是52元台斤 这个新高度 结果 有 日本的台湾地区人士就发现 原来 在日本 十粒弹 大概 是 四个多省台币 刚才我们说过 现在差不多一粒是8元 差不多两倍 所以这位 香文 去日本 工作 他就说 但是新水的话 其实 我们 台湾地区是日本一半 但 但 是 日本的两倍 他就住在 东京东部的千叶 去了一些超市 就看到 其实 这个 好像很大 十粒 213 这个213日元 大概四个多 四个七八新台币 其实刚才说的最贵是 200元 现在台湾地区每粒 但是这个很难计 因为每个大小 他有些大一点又贵一点 他拿个中数 就是中位数 大概平均数 他也说如果超市消费 又是满一千日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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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ch 更能用 每个10粒 他就贵一句 现在日本的薪资中位数大概是台湾的两倍 为什么那些弹价是这样的呢? 我也不知道 不过这么说 其实这个日本的弹价都是创新高的 每公斤大概是305元日圆 大概是70元新台币 因为我们不知道台湾是什么 因为你知道台湾是很坏的 但是有什么台湾台平的 对不起了 我真的真的 有时候我都要想一想 但是如果他这样计算一颗数 大概知道其实日本貌似比台湾地区便宜 也使得财政府常说我们保护民众 你知道当时财政府就说我们是物价优等生 他们什么都说优等生 什么防疫优等生结果就很糟糕了 现在你什么物价优等生 都好像挺糟糕的 因为日本现在的弹价 虽然日本也有弹方 但是都是比台湾地区低 那你怎么办呢 所以有时候你吹得太大 我最恨什么优等生 什么优等生 最后是成为人家笑 三优的优等生 所以这个真是不知道怎么办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给我们转发点赞 转发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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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